有一只狐狸发现了一个葡萄园 而除了一个狭窄的洞口以外 整个葡萄园都被篱笆围着 而狐狸必须近13天才能够进去那狭窄的洞口 一进到里面他就尽情地吃葡萄 而且长得胖了 当狐狸准备要离开葡萄园的时候 他发现又不能通过那狭窄的洞口 所以他不得不再近13天 便瘦了才能出去 一到外面他说 葡萄园葡萄园 你的果子真好 但你有什么用呢 我如何进入也如何离开 这个世界也是如此 朋友们 我们将以进入世界的方式离开这世界 就是两手空空的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富足和痛苦呢 随着我们跟随基督而成长 就是在他身上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 这意味着放下我们虚假的自我 像基督的样式成长 就是从我们自我的骄傲 Ego 转向我们的Arch Ego 意思就是我们信心窜死从中的主耶稣基督 雅客书四章就讲到骄傲 而五章就讲到我们怎么对看待财富和考验 就是富足和苦难的各种反应 两者都可能使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旅程上绊倒 因此让我们一起考虑 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的这个富足 投资于永恒 以及我们该如何忍耐地面对试炼 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尽了 雅客书五章七节说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信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阿们